这篇文章是提出了累积推理的方法 文章提出的动机 首先是当面对高度复杂的任务的时候 大语言模型仍然难以提供稳定和准确的答案 例如语言模型很难直接生成高中数学问题的正确答案 因为大语言模型的训练方式是顺序预测下一个token 这样的话没有时间进行深思熟虑 这个就很像人类快速的本能和情感上的认知处理 而不是缓慢的深思熟虑的 然后也有一些模仿人类认知过程的方法 比如COT和TOT 但是这些方法没有储存中间结果的地方 而且是基于假设所有的思维都是形成一个链或者数 这个并不是真正的人类思维的过程 然后这篇文章就提出了累积推理的方法 分成三种不同的大语言模型 提议者验证者和报告者 提议者提出潜在的命题 这些命题由一个或多个验证者进行验证 然后由报告者决定何时停止并报告解决方案 在讲具体方法之前有一个背景知识 介绍的是命题逻辑的基础知识 就是离算数学里面的 我们直接看例子就好了 先给出几个前提文本 和它们对应的命题逻辑 然后这还有一个问题 Rock有没有翅膀 然后开始推导 有A B C D E F几个推导步骤 这张图就是整个推导过程 A是由E推得的 这里A是E的逆否命题 E是对任意的X 所有的猴子都是哺乳动物 那A就是对任意的X 如果X不是哺乳类 那X就不可能是猴子 然后B是由A和5这个前提推的 5是说Rock不是哺乳类 但Rock是动物 然后再结合下A就说明 Rock不可能是猴子 但是Rock是动物 就是B这个命题的意思 然后C和D 也是根据 C和D是根据2和5 还有B 总最后说是 一个动物不是 2说一个动物不是猴子 就是鸟 然后B又说Rock不是猴子 所以说Rock就是鸟 然后3说鸟会飞 4说会飞得有翅膀 所以说Rock有翅膀 就是最终的答案 然后这个推导过程 有点像COT或者TOT 但是它这个内部结构 也不是树 那D是Gross吗 对有像无关图 然后有每一个有像边 就是一个推导步骤 这个 等一下我停一下路 继续吧 然后就是具体方法 刚刚说到有三种 不同类型的大原模型 提议者是要 作为是基于当前上下文 建议下一步应该做什么 验证者 对提议者提出的步骤进行审查 如果这个步骤被认为是正确的 它就会被添加到上下文中 还有一个报告者 通过评估当前条件 是不是可以直接得到最终解决方案 如果可以的话 那推理结束 所以具体的流程 就是首先有几个前提 这个图片中假设有三个 然后每一次迭代 在每一次迭代中 首先由提议者 提出一个或几个新的命题 比如基于一和二提出了A 然后这个验证者去评估A 发现可以保留为新的命题 就给出OK 然后A就被保留下来 但是如果像这个B一样 他觉得fail的话 那就不保留了 然后最后 做这个report 报告者去看看 现在是不是提供答案的最佳时机 然后如果是的话 那就结束思考过程 就一整个流程就结束了 他这个report 他的report其实是一直也在做 对 也是 一直都在做的 其实应该是 每次每个不同 应该都会做一次这个report 对 然后比较一下 如果没有验证者的话 提议者不断提出下一步做什么 那这个累计推理就是标准的COT 但是增加了验证者之后 累计推理就是一个有效无管图 所以说可以解决更复杂的问题 然后碎牙方法也更一般 因为他把历史上 所有历史上正确的推理结果 都存储在这个有效无管图里面 所以以便在当前搜索分支中 搜索进行探索 但是相比之下 TOT不会存储来自其他分支的情绪 等一下我再想一下这个 这个community reasoning 它里面整个思维过程 不一定是对不一定是书和链的 它是因为多了这个提议者 不断的提出下一个步骤 多了个验证者 验证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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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它验证的时候 你再往上面看一下 验证者的功能 验证者是 验证这个是不是OK 如果它可以的话 它就会再找下一个是吧 它就保留了这个A 如果它是验证一下失败 它验证这个模型是否正确 如果不正确的话 它就会直接把它 为什么还会不正确的 就可能它觉得这一个 这个得到的B 对接下来推导没有用处 这是怎么判断的呢 因为我感觉这个report才能 对啊 它为什么能够 它怎么验证 我就想 那个report它是看看 这个能不能直接给出答案 对啊 那这个B B其实也是推理出来的 对吧 那那个B 什么情况下才会fail 其实我有点不太理解 有例子吗 有的吧 那后面看 那后面看 我们先把这个 讲完 没有说fail的情况 这样子啊 那回头再看看吧 这个fail 怎么样才去这个fail 然后呢 那继续讲吧 然后是在理想情况下 提议者应该是应该在相应推导任务上进行预训练 然后验证者应该选取恰当的推导形式 比如说 命题逻辑求解器或者正规的数学证明之类的推理模块来验证它们 哦 这里就有 但是用大约模型来验证 当然使用命题逻辑求解器或者正规的数学证明器之类的推理模块来验证 会验证出错吗 但是会验证出错的情况吗 这个propose提议者提出来的东西 它是基于条件的 有可能会出现一些错误类型的是不是 他按照他这个说法的话 嗯 他使用一些 但也可以使用一些那个基础模型为这些角色使用不同的东西 OK 哦哦哦 哎那这里其实有个大小模型协同的问题 嗯 你可以用一个小模型 比如说正规数学的验证器 这就是个小模型对吧 嗯 可能会可以判断一下就是什么时候这个verify用小模型来做这个事情 然后什么时候我们可以用大模型来做 因为其实可能这里并不是所有的时候都是用大模型验证会 做的更好一点 嗯 我觉得是这样子 因为有些比如说呃 刺激到一些数学数学推理的其实大模型表现的并不好 嗯 因为他他计算能力很差的其实是 嗯 那就是又一个点给大家啊 然后上面这两个都是他们的理想情况 但是实际上他们还没有尝试 这是他们的future work 然后他们实际上用的是gpd3.5tubo gpd4 Lama13b Lama65b 嗯 这三个角色用的都是相同的大原模型和不同的future work 来实现 用大原模型呃 这个是个例子呃给了五个前提 然后 问gpd3 是不是这个gpd3呃问他gpd3是不是popular 然后 然后呃这个这个COT的推导 他是先从前提4和5知道 嗯 知道那个 呃 知道gpd3也是一个大原模型 然后 但是但是他说前提没有提到研究者会不会用gpd3 所以不知道他是不是popular 就是能找到前提之间的联系但是并不完全 而是CR累计推理 呃这个这个应该是他的最后一个迭代轮次 之前已经得到gpd3是一个表现很好的大原模型 而且他会被研究者使用 嗯 然后再根据这两个节点以及前提3生成reasoning 前提3说研究者使用的就是popular 所以说他最后预测的结果就是true 这就是一个实验栏 然后就是实验结果 呃数据集用的是呃这个folio wiki folio是一个用于nlp的一阶逻辑推理数据集 问题的标签可以是true false或者unknlp 然后主要用的是维基百科的实力 所以说就是呃后面带了个wiki 嗯 然后这个method的里面有direct cot cotsc 还有cr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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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面这个n是生成的中间命题的个数 嗯 嗯 然后 然后结果就是cr比direct的平均高了8 8.42 然后使用cr方法的gpd4模型达到87.45%的准确率 rcotscgp45.02 它中间这个n表示说中间生成了多个就是刚才那个例子里面那个abc 他只用出了两个是吧 嗯 两个 那好像也不多啊 嗯 对 这也不多感觉 啊 后面你后面有一个更多的 好的 嗯 然后 然后这个是他们觉得刚刚这个87.45准确性比起人类好像还是差了很多 嗯 然后所以后面还有故事 就审查了一下这个数据集发现数据集里面有很多问题 比如说不能明确提供答案的模糊问题 前提不一致前提模糊答案不正确这样 然后他们把这些有问题的实力全部都移除之后 嗯 嗯 移了74个最后好像剩的也不多 嗯 400多个问题吧 嗯 然后发现gpd4加上c呀准确率是98.04% 嗯 然后这个就比较满意了 嗯 嗯 相当于说你就算是你就算是人去做这个事情 嗯 他也能哎 那能不能这样子啊 嗯 嗯 这是另一个数据集 O2TNLI 这个是表格自然语言推理 嗯 然后 这个就是可以给他当做一个高阶逻辑推理数据集 嗯 就会变难了 其实会变难了 所以对应的N等于4了 然后实验结果就是和COT方法相比 CR在LAMA13B和LAMA65B上都显著提高性能 其中在LAMA65B上比COT方法高了9.3% 嗯 然后之前都是跟COT比 最后一个实验是跟TOT比算24点 嗯 TOT原文就是算24点有一个任务 对 然后它实验设置上都跟TOT一样 嗯 然后发现实验过程中发现在24点的上下文中 CR和TOT非常类似 但是有不同的地方就是 CR 在CR里算法每次迭代最多产生一个新的状态 而TOT会产生很多候选状态 在过滤保留一部分状态 这就 这意味着TOT和CR比会探索更多的无效状态 然后 实验结果有准确率和 平均访问状态数量 然后TOT的平均访问状态数量 是从它官方GitHub数据库的实验日之中计算的 CR的平均访问状态数目达到了当情时间的上限 或者说他们一旦有足够的预算 就用GP4再做一次 然后 嗯 还有就是CR的减确率比TOT还是高了不少 我这个话没跟你理解 什么叫平均访问状态数量 嗯 就是 就是 这个说的 它TOT会有很多候选状态 TOT因为它也会产生一些推理步骤作为一个节点 它的节点就是状态嘛 对吧 我们当时说过 然后 它这个 因为它没有验证 就没有删除掉一些东西 因为它每一步都是留在那里的 然后 它是用那个广度优先算法 我记得是反正广度也行 是那个宽度 深度也行 我记得那篇文章里是用那个广度优先算法 先把它去便利一遍 对吧 嗯 对这样子的话就会 就是因为这样子就会被慢啊 嗯 对 Average validity 这个state都变多 其实 无效的那个state 它它在访问的次数变多了 对吧 嗯 嗯 是 再往下看 然后这就是实验 然后文章就到这里就结束了 嗯 模拟的类似 跟小步骤 保留中间状态 嗯 有像图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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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i